好 那么这一节课 我们来讲解一下时间线面板上面的一些功能 在这边有一个时间码 当我们拖动这个时间线滑块 它会对应显示我们这个滑块上面的一个时间点 如果我们按住Ctrl键 就可以把这个时间码切换成一个真的一个显示方式 继续 我们按住Ctrl键 把它切换为时间码 好 旁边是一个搜索的选项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搜索下面对应的一个层 那假设我现在想搜索一个背景层 我们输入一个BG 那么它就会紧紧显示 符合我们搜索要求的一个层出来 好 然后旁边这个是一个微型的流程图 我们直接按快捷键 TAP 键 就可以出现这个微型的流程图 那么它跟我们这个合成面板上面的一个合成流程图是不一样的 我们点击这个合成流程图 这里面会比较完整的显示我们当前合成的一个流程 而这个按TAP 键 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坏速的流程图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是一个草图3D 那么我们切换成这个草图3D的一个合成 那这个草图3D的意思就是说 让我们的这些文字忽略掉摄像机的一个景深 包括它一个灯光的一个效果 从而让我们的这个文字显示更快速一点 那现在在这个当前的这个合成里面 我添加了一个摄像机 还有一个聚光灯 这个聚光灯是在这个文字的右半边 对它进行一个照射 那在这边没有照射到的一个区域 它是显示出一些阴影 那如果我们现在开启这个草图3D 那么它就会忽略掉这些灯光的招式 直接显示它最原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形态 那么在测试阶段就可以开启 如果我们的工程非常卡的时候 我们可以尝试开启这个草图3D 那么在最终渲染的时候再把这个草图3D关闭掉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是隐藏按钮 那假设我们当前这个合成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图层 影响我们的操作 那现在假设我不想看到这两个AI的文件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有一个小的隐藏按钮 对它进行一个点击 那我们发现点击之后它并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必须要点击这个小的之后 再点击这个大的一个隐藏按钮 那么现在我们两个AI文件就隐藏起来了 那如果想它再次显示出来 我们点击这个大的隐藏按钮 那么它就会再次显示出来了 好 旁边这个是一个混合针 那我们来看看这段视频素材 好 那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右键 时间 让它进行一个时间伸缩 现在我想让它有一些慢动作 让它时间缩放400倍 好 点击trading 那么现在我们来播放看看 好 它现在这个播放速度就变得非常的慢 但是由于我们直接这样子硬拉伸它 它现在每一帧就变得非常的卡顿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这个针混合 开启这个针混合 开启之后 同样要对下面这个小的一个针混合 对它进行一个开启 点击一下之后 那么我们来看看 那现在它这个卡顿的情况就得到一些改善 我们可以细致的看到 它实际上是根据前一针和后一针的一个对比 来进行一个针混合 从而来补偿我们拉伸之后的一些缺失的一个针 那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右键 在这边一个针混合 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选中的是一个针混合 还有一个像素运动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针混合里面再点一次 那么就可以切换成一个像素运动的一个混合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对它进行再一次炫养 那可以看到我们切换成这种像素运动的一个混合的效果 这种慢动作就变得更加流畅 比那种比刚才的这个针混合的效果要好一些 好 我们切换成这个像素运动 那现在这个慢动作就比较不错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运动模糊 那当前我们这个合成是有这样的一个小球 从这边运动到这边 但是它现在每一针的一个运动都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我们想对它开启一些运动模糊 那么我们就点击这个大的运动模糊 同样的记得要点击这个小按钮上面的一个运动模糊 点击之后 那现在我们这个小球 每一针就这样的一个运动模糊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旁边这个是关于一个关键针的一个曲线的调整 我们来看看这个小球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关键针 选中它 然后点击这个图表 那么就可以切换成一个关键针曲线的一个调整的一个面板 那这个在我们之后的课程会单独开一个课 来给大家详细讲解 好 我们来看看旁边的这些按钮 如果我们点击这个小眼睛 就会让对应的图层显示出来 也可以开启它的一个音频 或者让这个图层单独的显示 好 我们点击之后 在这个合成里面 就会单独仅仅显示我们这个图层 也可以锁定住这个图层 在锁定住之后 这个图层就不能被选中了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修改的话 必须要先对它进行一个解锁 才能进行一系列的操作 然后在旁边的这些按钮 这个是隐藏按钮 那刚才已经说过了 然后这个是一个三格化的按钮 那我们开启这两个AI文件 然后对这个AI文件进行一个说话 好 可以看到现在 它的一个边缘处 就被大幅度的一个拉伸 那由于它是一个矢量的图形 我们可以开启它的一个三格化 开启之后 我们就看到它的边缘 不管我们怎么对它进行一个放大 它的边缘都是非常清晰的 好 那么旁边是一个采样率 那它现在是以一个最高品质的采样 来进行一个显示 如果我们点击一下 它就是以一个中等质量的一个采样来显示 如果我们再点击一下 它就是以一个差的一个采样 来进行一个显示 可以看到它边缘处都有非常多的一个锯齿 好 我们再次点击 就会回到最高品质的一个采样 好 那么旁边这个是一个特效的一个开关 好 我们对这个球体 我们对我们这个小球体 给它开启的一个锚边 开启之后 我们这个球体就变得非常的扭曲 那如果我不想这个效果应用在它上面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特效开关 那么在这个球体上面应用的所有特效都不会被生效 好 那么旁边这个是一个针混合 还有这个运动模糊 刚才已经说过了 然后这个是一个调整图层的开关 当开启之后 我们这个球体就不再是一个形状了 而是变成一个调整图层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圆形上面应用的所有效果 它都会对下面的所有每一个层来进行生效 好 然后旁边这个是把我们当前这个图形 转化成一个3D的图形 然后这边是一个负质关系 我们对它这个球体 我们开启这个矩形 好 我们来播放看看 现在我们这个球体 是从这边移动到这边 然后我们这个矩形是没有任何的动作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矩形 这里面有个文箱 直接指向我们这个圆形 那么在这边我们就看到 它是一个作为一个圆形的一个纸集 那么它的一个运动关系 就会跟随着我们这个圆形来进行一个运动 好 可以看到现在做了为它的一个纸集之后 我们的球体怎么运动 那么我们的矩形就会跟着一起运动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在这个左下角还有三个小图标 当我们点击这个小图标之后 我们这边一系列的开关 就会隐藏起来 那如果我们点击第二个图标 就会多出这样的一个混合模式 还有这个轨迹之照 我们打开这个混合模式 看到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混合模式 可以使用 那关于这个混合模式 还有这个轨迹之照 我们会在之后单独开一课 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那我们按这个键旁上面的一个F4 可以在这个第一个按钮和第二个按钮之间 来会切换 好 当我们点击第三个按钮的时候 在后面还会显示出出注点和入点 还有持续之间等等的一些参数 好 那关于时间面板上面的一次功能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节课再见